受原規台風外圍環流影響台東降下連日豪雨 而連接著花蓮台東貫穿著海岸山脈的玉長公路 疑似不堪大雨沖刷 13號清晨東端28.9公里處發生了路面下陷 雙向無仿偷車 警方封鎖道路禁止車輛進入 而目前公路局在積極搶修便道 目前位置台山時線29.8 眼前傾向宛如立經營場世紀大地震 一道又一道大大小小的裂痕 布滿在柏游路面上 甚至扭曲錯位形成懸殊的高低差 這條連接台東長冰箱花蓮玉里鎮 貫穿海岸山脈的玉長公路 台山時線東端28.9公里處 疑似不敵連日來降下的好大雨 路基遭到掏空造成路面下陷 由於坦塌路幅過大 雙向幾乎沒有行車空間 未來安全起見警方封閉全線道路 並設置管制點 禁止車輛進入 於長冰玉里兩側 設置管制點 禁止各類車輛進入 玉長公路開通13年以來 第一次發生崩塌 公路局公共段目前積極進行搶修 但由於天候不佳 加上路面坍塌情形嚴重 短時間內恐怕無法搶通 呼籲用路人改道 由台11線 銜接台23線 再接台9線 或是由其他替代道路行駛 記者上架會 長冰箱報導 由台11線